來這邊為大家示範用星矢五小牆打鐵拳地獄集 一抽入魂活動我再講一次 禮拜二晚上 禮拜二晚上可能六點可能七點啦 就明天晚上這個時間啦 大概這個時間啦 好不好 在nonolife 重點是在nonolife 好不好 我明天在nonolife抽 五回合減攻70% combo追擊盾 完全沒有壓力 完全沒有壓力 貝西只能吃鳥嘛欸 我沒有練欸 我連抽都沒有抽到欸 我連抽都沒抽到欸 能別六點嗎 那是七點了好不好 七點抽獎七點啦 晚上晚上 接下來下一關 減少轉租時間 可是我們這隊有必然延長時間齁 所以 完全不用怕 完全不用怕 明天抽對 明天再抽啊 記得先去追蹤一下我的nonolife 齁 記得先去追蹤一下我的nonolife 還沒追蹤的 去追蹤一下 呃 這邊的話 消除掉 然後不能消光珠 然後還要手消暗 然後 雞雞歪歪的 對不對 我們這邊的話 這樣應該打得死吧 雖然打不死 打不死的話 打不死的話 回到什麼 開個這個吧 然後 開個這個吧 接下來下一關是三 復活便搶三倍 誤火變強三倍 沒錯啦 Rodolive收取那個神魔之塔大爆擊小雪 就是小雪 不是小雪 就是那一個 就是那一個 好吧就是那一個 接下來王一喔 王一不能消光 再開這個 開紫龍 紫龍然後變身 很簡單的 然後變身 然後隨便轉 然後第二條血齁 第二條血在開右邊的星矢 右邊星矢 其他都不用開齁 非常簡單 變身 然後開第一個技能 這樣子 這樣就過了 OK 好 好 好